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勒旁領導的極右翼政黨 國民聯盟領先 取得法國政壇的主導地位 如果最終成為國會多數 將有望組建該國首個 極右翼政府 顛覆現有的政治秩序 而面對7日即將到來的 第二輪投票 勒旁已經公開喊出 希望成為下一任 法國總理的目標 儘管馬克龍在政黨 第一輪投票當中 獲得百分之二十幾的選票 遠遠超過在歐洲議會 選舉時的支持率 但目前法國輿論普遍認為 執政黨大勢已去 已成定局 真的是這樣嗎 好 今天晚上的 全球連線 巴黎現場 由鳳凰衛視著 法國記者李萌威 帶來議會選舉 投票的最新消息 馬克龍 魯莽 草率 解散議會重新選舉的決定 卻讓自己的陣營陷入困局 這個局面 該有誰來負責 好 在法國巴黎現場 我們請到的是 旅法學者 霍丹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宋魯正以及德國伯恩現場 伯恩大學正是學教授 顧學武也會一起聊聊 另外我們看到了 《非加羅報》就指出 法國從未像現在這樣 四分五裂 馬克龍執政七年 令得法國極左極右勢力 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強 接下來法國政壇的形勢 如何發展 錦孟金的追蹤網絡 一場政治豪賭正式拉開法國國民議會選舉大幕 6月30號晚 五百七十七個選區第一輪投票結束 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得票率領先 左翼聯盟新人民陣線排名第二 總統馬克龍領導的中間派聯盟 在一起畏懼第三 本媒報道 本輪投票率在65.5%到69.7%時間 為1988年以來最高 國民聯盟領導人樂唐的喜悅 易於延表 英選舉幾乎讓馬克龍陣營全軍覆沒 雖然第二輪投票7月7號放登場 但國民聯盟主席巴爾戴拉已經汹涌成豬 稱若國民聯盟能在第二輪投票 取得絕對優勢 它要準備好出任共治政府總理 與馬克龍共同治理國家 國民聯盟的政策主張充滿著激進色彩 主要政綱包括反移民和反穆斯林政策 缺減法國的歐盟預算開支 大建能源和燃料增值稅等等 這個結構顯然也不是馬克龍想看到的 吾與選民在第二輪投票中 組建更廣泛的聯盟 以阻擊右翼 30號晚上間上班的左翼人士 在巴黎聚集高喊口號 里昂有部分激進的抗議者 打砸店鋪反上垃圾桶 並與警察發生衝突 反抗吉右是馬克龍打這場選戰的意圖 但從今天的形勢來看 馬克龍不止反抗吉右失敗 中間派還有可能被左翼擊敗 分析認為是執政七年的馬克龍 高呼自己的支持度 未來一周中間派與左翼能否成功談判合作將是關鍵 在6月初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中 法國執政黨普行黨的票率遠低於國民聯盟 馬克龍隨即宣布解散國民議會提前選舉 這場馬克龍的民意豪賭或許正適得其反 有評論稱 法國人民極體投下對馬克龍的否決票 法國政壇重新回到過去的 左派右派互搏的政治生態 如果右翼在二輪投票中取得大勝 法國可能會因街頭反極右示威 從任何總理府院之爭 法國和歐盟之間的政策衝突 陷入長期不穩之中 極左極右投票結果分裂前二說明什麼 馬克龍反賣為勝的機率有多大 法國右轉將如何影響地區局勢 馬失前提 好 確實是法國議論就指出 一覺醒來發現 馬克龍呼籲的這場提前投票 卻讓自己的陣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這場歷史性的選舉 透露出怎樣的信息 7號的第二輪投票 又會出現怎樣不可預測的結果 今天請出兩位專家和記者 為你做前瞻分析 好 首先連線的是 法國巴黎記者李萌威 萌威你好 請問第一輪投票結果出來之後 你對這次選舉結果 有哪些最新的觀察 那接下來的7號第二輪投票 又將如何進行 好的 楊叔 法國議會選舉首輪投票 法國基於政黨國民聯盟 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 而執政黨就再次經受慘敗的結果 馬克龍通過解散國會 提前議會選舉 本來是一場政治豪賭 賭法國人的危機意識 賭他們可能會與極右翼分道揚鑣 但結果卻事與願違 反而令到極右翼更加的接近全力 在投票日的觀察來看 此次選舉是創下40年來 最高的投票參與率 也體現出法國民眾 對此次選舉是非常重視的 迫切希望法國的社會現狀 生活環境能夠有所改變 這包括馬克龍任期以來 高居不下的失業率 恐怖主義威脅 以及移民問題等等 帶來的深層次的社會矛盾 而極右翼聯盟對馬克龍 主推的大部分的政策優先事項 都持反對態度 包括移民 養老金改革 加強歐盟等等 而這也恰恰為極右翼聯盟 贏得了選民的支持 在後續的選舉議程方面 目前的焦點將轉向於國民聯盟 及其主席巴爾代拉 能否在第二輪投票中獲得足夠的支持 從而在國民議會中取得絕對多數席位 目前第二輪投票的票數結果 還很難預測 黨派之間可能會採取某種策略 阻止國民聯盟獲得絕對多數 比如說在某些選區不派出候選人 這樣就可以提高中間派獲勝的希望 而國民聯盟此前已經表示說 除非完全掌控議會 否則不會領導下議員政府 那在法國577個選區當中 現在有超過一半的選區 有三人可以進入決選 提交參加決選議員名單的最後時間 是本週二的下午6點 届時情況可能會更加的明朗 那法國政界現在開始了 為期兩天的激烈的爭辯 而政局將會如何演變 目前仍然存在很多的變數 楊叔 好 接下來政局會出現 怎樣的變數 以及這次的結果 凸顯出怎樣的信號 馬上在巴黎現場 請到的是旅法學者 富大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宋魯鎮先生 你怎麼看 這個馬克龍本來是要狙擊右翼的崛起 結果投票結果卻顯示 右翼前所未有的領先 而且左派聯盟排第二 馬克龍的執政卻在第三位 這樣的結果透露出怎樣的信號 我認為主要是有四個信號 第一就是極右政黨可以在國內選舉 第一次成為第一大黨 這和歐洲議會選舉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二是極左和極右兩大極端政政實力 成為主流傳統政黨變嚴化 三是制度的安全法已經無效 就是說這種兩輪選舉制 並不能夠把極端勢力排除在外 第四就是馬克龍時代 應該是提前結束了 嗯 提前結束了 來 這個我們再來請到在德國波恩大學的政學教授 孤學武先生來聊一聊 為什麼馬克龍沒有看到這一波趨勢 極右極意都排前兩位 而傳統政黨被邊緣化 這背後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以及你覺得馬克龍時代真的已經結束了嗎 其實現在很難說馬克龍時代已經結束了 只不過都是他面臨的挑戰是前所未有 我們現在看看整個選情的狀況大概是這樣 現在法國的政治生態是三個大的勢力組成 右派 中間派和左派 你稱極右也可以 極左也可以 中間派也可以 我們就是三個大板塊 但從目前6月30號昨天的選舉結果來看 總體來看 馬克龍 他並沒有說完全的是當時做出錯誤的判斷 因為結果實際上這35%是極右的 然後中間派加極左派加起來是65% 現在或者67% 其他還有大概5%到10%左右是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小黨派 換句話就是說馬克龍當時在歐洲大選失利後做出的決斷 實際上是一個賭博的心態 他賭的不是6月30號昨天的選舉 而是7月7號馬上要來臨的選舉 意味著就是說這個希望這個中間勢力跟極左勢力 不管在什麼情況下能夠阻擋右翼勢力 奪取法國政府的政治權利 這個目標很有可能會達到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目前看 比如說梅蘭雄極左派的勢力已經呼籲 在大概311個選區裡面如果是極右派拿到第一名 他的極左派第三名的話 他要他極左派第三名退出選出 實際上就是說邀請或者呼籲他的選人去投第二名的馬克龍的中間票 馬克龍政府在這個物理上態度有些茫然 還沒有明確的表示 但是他的總理也發話了 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 自己的黨如果是三名的話也可能退選 換句話就是說7月7號的選舉 有可能這個中左勢力和這個中間勢力會聯手 儘管馬克龍對左派也是恨之入骨 在很多問題上他們都不能聯手 但是現在面對共同的敵人右派 他們可能會拋出一些的這個矛盾走向一起 這個部分也想請宋先生來分析一下 確實就是面對極右是第一的這樣一個勢頭 我們看到現在以極左法蘭西不屈服黨為主軸的左派聯盟 確實希望在第二輪投票的時候 達成一個共和陣線來阻止極右 來獲得入主總理的一個門票 那目前我們看到馬克龍和他的總理都沒有說不 但是也沒有肯定地說yes 現在形勢到底會如何發展 你覺得馬克龍在第二輪投票當中還有希望嗎 首先呢我認為極右要想取得絕對過半的難度 還是很大 我不先說其他政黨的那個合作 第一呢就是它的30%左右的支持率呢 還不足以達到這個目標 因為第五共和的歷史上啊 就是算是能擁有過半息子的政黨 第二輪支持率都要超過40% 但是呢這個極右呢它基本就是30%左右了 它很難突達到40%這個比例啊 第二個原因當然就是其他多數政黨呢 現在已經表態啊 第二輪聯合起來阻擊冠軍聯盟 現在唯一就是在一起 就是執政黨這個聯盟呢 現在還有點就是有分歧 比如說那個地平縣政黨的主席 也就是前總理菲利普 他已經明確拒絕和極左募取法蘭西合作了 馬克龍當然此前也多次表示不和極左合作 這個立場應該不會變 但在具體操作上 比如說假如一個選區 只是極左和極右對決 這種選區應該他會選擇支持極左 畢竟呢反極右是最高目標 當然變數就是什麼呢 就是選民會不會聽從各個政黨 政治人物的呼籲 這也是個變數 好 在這個之前呢 我也想再挖深一點 來 郭教授怎麼看 為什麼在歐洲現在都出現了 向右轉這樣的趨勢 包括在法國極右翼 都出現了一個大幅的一個增長 你覺得背後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其實呢 這個我們說歐洲右轉吧 還可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 應該中性的角度 就是這個歐洲出現了這個反建制派 對於建制派的一種運動 實際上換句話來講 就是美國的今天可能就是歐洲未來的 這個十年左右吧 十五年左右的未來 也就是說在美國發生的事情 像特朗普為代表的反建制派的這股勢力 開始蔓延到歐洲來 歐洲反建制派的勢力 這個老百姓的疾苦不是太上心 比如說我們現在俄烏戰爭 很多老百姓並不願意說政府繼續花大的錢來投入到烏克蘭戰爭去 還有這個移民的問題 這個歐盟各國家一直解決不了 還有福利的問題 經濟衰退的問題 這些吧大家對整個現成的建制派政黨比較失望 所以形成了極左極右的崛起 這個主要是這樣的背景 確實是 就雖然我們看到極右在投票結果也要領先 但是結果出爐之後呢 在法國的共和廣場 確實有幾千人湧進廣場來進行示威 反對極右未來的崛起 那這也凸顯了剛剛兩位專家都說的 法國現在確實出現了一個四分五裂極左和極右共治的一個局面 好 那法國老百姓到底怎麼看這次歷史性的選舉和歷史的結果 我們繼續來請教的是法國巴黎記者林萌威 萌威 給我們介紹一下法國民眾對於這次選舉結果有怎樣的反應 好的 楊叔 法國議會選舉首輪投票之後 法國多地都有爆發示威遊行 法國民眾對於本次極右翼的勝選呢 其實是有著不同的看法的 而首輪投票的高投票率以及投票結果 也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法國政治格局正在發生的一些顯著變化 提前出選民正在尋找新的政治選擇 擺脫傳統政治力量的束縛 而另一方面呢 法國多地爆發示威遊行中 民眾對於極右翼的崛起也是感到不安和憤怒 認為極右翼的崛起威脅到了法國的民主 共和國價值觀以及多元的文化價值 但有可能會帶來的社會分裂和排外的政策 可能會引發更大的社會衝突 而法國社會民意的分裂呢 已經是不容忽視了 馬克龍無疑將會面臨更大的執政壓力 即使通過黨派間的調整策略呢 馬克龍在議會中 議會的第二輪投票中保住了多數的席位 但他在余下任期內的改革政策 也可能會因為社會分歧和反對力量的阻撓而舉步為艱 極右翼的崛起呢 也令到法國的國際形象和外交政策 產生了負面影響 削弱了法國在歐盟和全球事務中的影響力 那第二輪投票的結果 無論是極右翼的進一步崛起 還是其他政治力量的聯合反對 都將塑造法國的未來政策和社會結構 也可能改變法國的發展軌跡 而如果極右翼聯盟最終在議會選舉中 成為第一大黨 站在了議會權力的中心 這不僅將是總統馬克龍政治生涯的致命傷 也會令到法國迎來政治混亂和困窘的一年 楊叔 好 謝謝 萊斯恩先生 60%以上的高投票率 這在過去法國的國民議會選舉當中是否常見 以及這樣一個超高投票率 然後最後是極左極右 在前兩位的這樣一個形勢 你覺得背後傳遞出怎樣的一個信號 這樣的高投票率會否持續到第二輪 以及對哪個政黨更有利 是我來回答嗎 是 宋先生 這次高投票率確實有特殊原因了 一是過去國會選舉一般都是在總統大戰之後 大家的激情已經得到了釋放 所以國會投票率往往會低 今年則不同 因為此前歐洲議會選舉一向比較冷 大家的熱情也不高 政治激情還沒有被釋放 二是極右勢力崛起的效果 第一就是極右勢力支持者本身 他的投票機性就很高 第二極右崛起他也刺激了其他政黨支持者出來投票 所以說這個高投票率是有這幾個特殊原因 那顧教授你怎麼看的 這樣的一個超高投票率 對於接下來舉行的第二輪投票哪一個政黨比較有利 當然是對極左派和馬克龍 你看看這個走上街頭抗議的人群是什麼 他們是基本上是年輕人抗議的對象是誰是極右派 也就是說這個6月30號的69%高達69%的這個投票率 預示著馬克龍的這個判斷並沒有錯 因為傳統這個投票率越高 越有利於以前的社會民主黨和所謂的左翼政黨 馬克龍現在的打的牌就是這個 通過這個震撼性的選舉 喚醒老百姓的意識 他打的是老百姓的恐懼牌 老百姓恐懼什麼 就是恐懼右翼上台 所以如果說7月7號的這個投票率 從現在的69%達到80%的話想像一下 那這個勝利應該是馬克龍的 就是說不是他馬克龍本黨他的黨已經失敗了 但是他所代表的反右群的這個陣營 有可能獲得更大的支持 如果更多的年輕人走上街頭 他們一定是一定是把票投向 不一定投向馬克龍 但是投向反對右翼勢力的這些大大小小的政治派別 這樣一上台 馬克龍就說這個賭是贏了 但是馬克龍贏了之後 他在議會裡面必須要對左翼政黨做出重大的讓步 外交政策 內政政策重大的調整 所以說馬克龍左右他都是輸了 但是他的政治生命有可能因為這次一賭 還能夠延續三年 了解 這個聽起來非常有意思 就是如果現在就開始判斷馬克龍主義大勢所去 似乎還為時尚早 但是即便這個他們和左翼結盟 在第二輪投票當中勝出 馬克龍也是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這個代價接下來會有怎樣深遠的影響 我們下就回來再繼續分析 一會兒見 好 接著北京時間1號晚間8點 Google News的熱搜顯示 有關法國國民議會選舉的相關話題 受到了各地媒體的高度關注 法國媒體熱搜榜 幾乎都被這個話題佔據 而畏懼熱搜榜前三位的分別是 1060萬票投給了國民聯盟 法國國民議會第一輪結果揭曉 法國及右政黨國民聯盟 取得歷史性得分 以及法國總理阿塔爾就呼籲 全力阻止國民聯盟拿到議會的 絕對多數席位 德國民議熱搜榜頭條聚焦的是 在美國大選首場電視辯論 評價拜登在第一場電視辯論當中慘敗 排在第二位的就是 關注法國大選馬克龍陣營選情慘淡 而位於第三位的是匈牙利 接任歐盟輪值主席國 位列中國香港媒體熱搜榜首的是 香港特區政府在金子晶廣場 舉行了香港回歸27周年升旗一試 而接下來關注的是 美國大選第一場辯論 拜登表現欠佳是否該讓路 有關法國大選 極右翼國民聯盟獲得 33%選票的新聞排在了第三位 好 法國政壇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確實是成為全球關注的話題 主要的原因就是 它後續的影響非常的深遠 來 顧教授 延續您剛剛上一節最後一個話題 假設馬克龍真的和左翼聯盟結盟 顯勝的話 那它未來可能要做出極大的讓步 你覺得未來可能會出現怎樣的局面 法國不僅是馬克龍的執政 甚至法國的整個外交政策 內政政策會出現怎樣的轉彎 這個轉彎應該體驗在三個大的分歧的領域 一個就是對移民問題如何解決 第二個就是對烏克蘭戰爭是什麼樣的態度 第三個就是對老百姓的社會福利 比如說退休金 退休 一些社會的保險體系怎麼改革 在這樣一個三個大板塊上 馬克龍至少在兩個大的板塊 從左翼有強烈的分歧 而且是在過去的幾個月 是互相之間歐鬥得非常厲害 所以要是真是跟左翼聯盟聯手打敗了右翼的話 馬克龍必須在兩個問題上 可能會受到左翼的強烈的撤走 第一個就是移民問題 左翼對移民是非常上心的一個政黨 充滿著現代人文氣息的政黨 他們堅決地反對強化對移民的控制 要主張更大幅度的加寬 加大對移民的關懷和關照 更反對現在歐盟很多國家 包括馬克龍也是支持了強化對移民入境的控制 這個問題上馬克龍要做出讓步 第二個就是對北約的態度問題 這個雖然馬克龍不是北約的非常重要的支持者 也對北約經常是批評代表 但是左翼政權對北約是極不上心的 他們是反美主義的大本營 所以上台之後馬克龍的外交政策 這個跨大西洋政策會受到極大的節制 烏克蘭戰爭這個左翼裡面很多都是清俄的 這個對俄羅斯普京充滿著一種無限的遐想 那馬克龍在這個問題上可能也會受到極大的撤走 所以說左翼如果和聯盟的話 馬克龍是有一壺吃的了 好 這個我們談論的是馬克龍和極左聯盟 會發生的一個情況 我們再來探探假設樂旁勝選會發生什麼 來 宋先生 假設樂旁領導的極右翼政党國民聯盟 在第二輪投票還是領先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會看到法國組建 第一個極右翼政府來顛覆現有的政治秩序 我先來回應一下顧老師的說法 就是我覺得馬克龍和左翼最大的區別 還在於經濟政策方面 因為左翼是願意對富人加稅 願意提高最低工資 這些都是法國現在經濟上很難承受的 我覺得他們雙方的區別主要是在這裡 而馬克龍和極右區別 倒反而是在移民問題上 就是在價值觀上問題上 包括對歐歐衝衝突問題上 反而分歧是在這兩個方面 如果極右真的執政的話 其實不管是極右或者是左派執政 對馬克龍來說 他都對國內的政治失去了影響力 同時黨內的其他的政治人物 也會和他切割 因為他們都要望遠 2020年的總統大選 從這個角度說 也就是為什麼馬克龍時代已經結束了 他對國內的影響力下降 對黨內的各個政治實力派別的約束力 他也會喪失 主要是在 好 那宋老師 還有最後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你覺得如果你說的 這個局面出現的話 這一次的法國第二輪投票 會產生怎樣深遠的一個影響 不僅對法國 對整個歐洲 你怎麼看 其實法國包括德國 他們是整個歐洲極右勢力 決體的遲導者 他們並不是說引領了極右勢力 在歐洲的崛起 而是極右勢力在歐洲崛起 法德發生最後才趕上這一波 但是因為法德的重要性 它會讓極右在歐洲 真的會成為主導性的力量 我覺得這一點是妙的 好 今天時間的關係 非常謝謝兩位專家 還有記者 圍繞法國國民議會 第一輪投票結果 為我們做的精彩解讀 我們對7月7號的第二輪投票 拭目以待 謝謝收看《絕情連線》 再會 月real 辯成 大師 小人 辯成 大師 小人 小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